植物提取物必須兇討服用,保健食法每天2個,進階食法每天8個。 服用腦健能夠提高腦筋的靈活性,增強記憶力及視力,活化腦細胞, 延緩長者的記憶力,舒緩情緒緊張,提升觀察力及敏感度。 兩面省亞利山大 亞利山大一世在公立1777年12月23日出生,是羅曼諾夫王朝第十四任沙皇,第十任俄羅斯帝國皇帝, 1801年3月23日,1825年12月1日在位,保羅一世之子。 由於亞利山大一世於拿破仑戰爭中擊敗法蘭西第一帝國的拿破仑一世, 復興歐洲各國王室,因此被歐洲各國和俄國人民尊為神聖王, 歐洲的救世主。 他在為其間改革俄國兵制,設立軍團制, 改變了從伊凡四世一直沿用二百餘年的貴族統兵制。 他的統治其前半主要在戰爭時期度過,後半則沉迷於宇宮廷市女遊玩, 以及神秘主義的研究上,漸漸不理正事。 最終在其成記者尼古拉一世在位期間, 俄國爆發了一連串人民起義。 因此其評價往往是兩極化的, 而且直到現在,他的行為仍然不能被理解。 他的性格優柔寡斷,多疑,固執,又及其自尊自傲, 因此被稱為北方的斯芬克斯。 不過,在他的統治下, 俄國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等多方面都進入極盛時期。 在擊敗法蘭西第一帝國後, 俄國領有北至北冰洋,南至高加索山脈, 東至阿拉斯加,西至法國巴黎。 他率領軍隊橫跨大半個歐洲, 一直攻至法國巴黎, 使俄國一躍成為當時歐洲第一的六全國家。 在維也納會議上, 他聽從本尼格森伯爵的禁言, 將歐洲各國的土地歸還各國王室, 以免去佔領時遇到的種種問題和面對各國王室 到議上的責難。 此舉為他雷得了歐洲輿論的普遍支持, 從而使俄國瓜分波蘭和吞併芬蘭時並未受到反對。 同時他更將黑海艦隊推進至 為楚伯斯普魯斯海峽的俄圖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恐嚇俄圖曼帝國, 迫使在第七次俄土戰爭戰敗的俄圖曼帝國不敢在俄軍近戰歐洲時乘虛而入。 於是,俄國在亞利山大一世的統治下, 成為當時歐洲的一大軍事強權。 亞利山大去世後, 為俄國留下龐大的遺產, 包括龐大的軍隊、龐大的財產、龐大的領土。 在他統治俄國期間, 允許自由主義在俄國發展, 而且更承襲了祖母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開明專制。 大部分權力從貴族回到沙皇手中, 實現了中央集權。 但因為他本人晚年不理政, 俄國陷入了官僚專制主義當中, 喪失了開明專制的自由, 最終導致了十二月黨人起義。 對外以極端強硬的手法強迫普魯士王國和奧地利帝國認同他作為東歐和中歐之主。 對亞洲則連連威迫厚圖曼帝國和英帝國在中亞展開了長期的大博弈, 擊敗拿破崙於是更將俄國的國威推進至頂峰。 種種行動使他在為其間的俄國變為一個絕對主義國家。 支持我們的觀眾,請讚好和分享,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頻道, 要加按旁邊的小叮噹, 我們有新影片出台, 各位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 謝謝,再見。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